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那么本章节咱们主要讲解一下NESA的这款工具 那么在上一节课里,我们一起来安装了这款工具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使用这款工具对服务器进行一个扫描 我们看一下NESA的网站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版本号是6.8.1版本 运行的平台是Linux 我们来新建一个策略 这个是我之前测试用的,我们新建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NESA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策略 由于我们为了方便演示,我们使用的版本为Home版的 所以很多功能是我们是无法使用的 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策略,比如高级扫描 或者说是基本的网络扫描 我们来选择一个 它要求我们输入我们的一个名字,我们来这边输入一个 输入问题的描述 这个就是NESA的规定了一个权限 这里选择我们只能自己可以使用 我们来看下一个 那么这个模块就是规定的端端扫描的一些信息 比如这个是常用端端扫描 那么这个是全部端端扫描,比如说规定的端端扫描为1到6535 那么这个我们选择全部的就可以了 那看一下下一步 这个模块是扫描例行,比如一些常微的扫描,这里我们选择默认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高级扫描就同时规定了30个主机 30个同时主机5秒的延时时间 那么这里面我们选择默认就可以了 我们来保存一下 那么这样我们设定的策略就保存好了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扫描,newsky 写的我们刚刚保存好的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填入一个名字 我们随便来写一个tether1234 用题的描述 这里我们需要填入我们的一个目标 我们来填入一个目标 12.168.1.131 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那么这样我们的扫描任务就已经创立成功了 然后我们可以稍等一下等待他扫描完成 我们可以看见他扫描是在继续的 他扫描了一些信息,比如sssh信息 那么这里就是他的一个问题描述 他的一些开放端口,比如 6.8,6.9 那么这些端口在我们的以后的伸动测试中也会起到一些帮助作用 我们已经散榜出了9个漏洞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根据他扫描出来的漏洞 因为他有一些提示信息 那么我就大概清楚这个漏洞是什么样子了 那么Nessus的扫描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配置一些自己的策略 也可以使用他的一些提供的 工具类型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主要是我们要多用 Nessus是一款针对主机漏洞的扫描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给大家留个课联系题 使用Nessus对本地搭建的服务器进行一次扫描 我们扫描的时候需要扫描本地的 而不是扫描互联网上已经公开的服务器 那么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